近日,秦翰和温宏一起出席电视剧 亲爱的他们,在台湾的宣传 亲爱的他们,这部电视剧内地2017年已经收官 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温宏和秦翰两人相隔两年没见,这一次开心相逢 连温宏都大赞秦翰是一如既往的帅气和可爱 当天,73岁的秦翰一身黑白休闲装 戴着一条黄色的围巾,还有一顶灰色的帽子 再加一副透明的眼镜,身材笔挺,精神绝朔 他对着镜头微微一笑,看不出这是73岁的样子 秦翰自己也自信地称自己为秦翰男神 近段时间秦翰在演艺圈越来越活跃 不仅有收官不久的《亲爱的他们》 还有《韩武记》和《大唐荣耀》 秦翰还与孙宏雷、张鲁毅等实力派演员合作了刚杀青不久的《新世界》 再现了曙光来临前22天的北平城 展现了小人物颠沛流离的爱恨情仇 秦翰与林青霞相恋九年 一直是观众心目中的金童玉女 没想到最后还是分手告终,变成旧爱 让人唏嘘 如今,秦翰的女儿和儿子也已经长大 女儿成为秦翰的随行助力 而儿子则成为了一名演员 温宏平时除了出席商业活动 他也一直活跃在荧幕上 最近他参演的众儿传奇 古装扮相的他依然美丽动人 和张一山的合影看着就像姐弟 年轻的状态让人羡慕 温宏的女儿也12岁了 一转眼已经长大 褪去稚气的他 遗传了温宏的美貌 长得越来越漂亮 一家三口幸福甜蜜 看到73岁的秦翰和51岁的温宏 大部分网友第一时间都会感叹 他们是保养的 秦翰和郑少秋、罗嘉英等人的年龄差不多 而温宏和张婷、伊能静等人的年龄差不多 在年龄段差不多的演员中 秦翰和温宏保养得当 男的帅气、女的漂亮 73岁的秦翰和51岁的温宏 依然是不少人心目中的男神和女神 希望73岁的秦翰越来越帅气 51岁的温宏也越来越美丽 也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经典的角色